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想而知 季后赛他的场军抢断次数为1.6次 场军盖帽次数为0.8次 他的防守覆盖面积很广 擅长拼抢球权 如果让西蒙斯成功拼抢球权 迎接对手的就是一次迅雷不及掩耳斑的反击 西蒙斯的推动反击能力极强 到了季后赛 西蒙斯最擅长的比赛节奏很难施展开 一方面老鹰有特雷扬这位控场大师 他们可以降低比赛节奏 放弃冲抢进攻篮板及时退防 不让76人起诉 这让西蒙斯的快攻终结天赋没办法发挥 防守时老鹰采用内线防守 给西蒙斯三至四步的距离 这么做摆明就是让西蒙斯投篮 不让他突破 西蒙斯在阵地战没有办法持球进攻 有时候他只能如一个内线去冲击进攻篮板或者是掩护 为队友创造机会 2016年进入NBA以来 西蒙斯常规赛三分命中各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他还没有在季后赛命中三分球 这样对手在防守时会更坚决地实行放空投篮策略 而且今年季后赛西蒙斯还有一项数据下滑幅度很大 这就是罚球 因此在季后赛的舞台 我们居然看到一位控球后卫在场上被故意犯规执行罚球策略 结果往往不那么好 今天的比赛西蒙斯一共获得五次罚球机会 只命中了其中的一个 罚球命中率是不忍直视的20% 人们都知道罚球是篮球场上较为轻松简单的得分方式 没有什么干扰 如果连罚球都罚不尽 说明这位球员的投篮技术真的很成问题 比赛最后一次进攻 76人主教练李福斯根本就不敢使用西蒙斯 原因非常简单 西蒙斯只要上场就会被对手针对 对手一定会让西蒙斯投篮 放弃他这个点 这样76人相当于一手打多 射手无法获得出手机会 最后一攻西蒙斯只能在场下看着球队展开进攻 库里接球后没有将球投进 76人只能吞下失败的结局 这种场面不是一次发生 一个球队主力 一个首发控球后卫 关键时刻不能上场 投篮问题在此刻被无限放大 像西蒙斯这样的球员NBA可能只有他一人 在球队有着很高的战术地位 可是没有投篮弱点 很明显NBA也有一个人和西蒙斯相似 他就是追梦格林 不过追梦格林的进攻威慑力 现在似乎比西蒙斯还要大一些 因为追梦格林可不是一个不会投三分的球员 当年在勇士格林的三分球一度逼近40% 在场有着相当不错的输出能力 他曾在总决赛单场 轰下超过30分 西蒙斯在季后赛得到一次20分都很困难 五年时间 五年对于一位球员来说是一个很长的成长周期 很多球员利用五年时间从一个普通球员成长为超级球星 比如莱昂奈德 西蒙斯的天赋可能比小卡强很多 但是现在他却出现原地踏步 原因很简单 投篮 所有人都知道投篮是西蒙斯进步的关键因素 可西蒙斯就是无法把握住 试想一下老鹰还不是一只防守能力特别突出的球队 如果接下来76人面对熊鹿 篮网或者是面对西部的爵士和太阳 他们该怎么应对 西蒙斯投篮能力差的问题是不是又一次被放大 也许76人近几年的失败可以归结为西蒙斯的投篮 这不是主导因素 但一定是重要因素 一个没有投篮的球员 在场对球队的伤害是巨大的 读者们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